关心的是政治消息 就是呢 去年其实慈悸基金会 以及台积电 鸿海 他们共同捐赠了 1500万剂的BNT疫苗 那么其实呢 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 严伯文 他就在时日的时候透露了 他说其实在当时呢 有来自政界 以及工商业界的大佬 曾经劝他说 你这个疫苗是买不到的 不要浪费力气了 曾经这样子劝他 那么对此呢 曾任卫福部长的民进党 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就说 他也做出回应了 他说呢 其实他并没有阻挡 陈时中受访时表示 他没有阻挡 其他商界人士都试过 直接购买有困难 因为疫苗贩售在国际上 都是紧急授权使用 都是以国家为单位 其他有经验的告诉慈悸 有这样的困难 所以慈悸才跟国家合作 达到国民所需的心声 而针对慈悸呢 在购买疫苗过程遭到这个政界以及工商界大佬被政府劝阻一事呢 国民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也批评了 他就说呢 慈悸已经愿意还原过程阻挠疫苗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应该要出面说清楚 蒋万安指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民间团体都可公开采购价格以及相关的旗程 为什么陈时中做不到呢 而现在的BA.5的次世代疫苗也买不到 蒋万安批评整个过程中政府百般阻挠 现在陈时中又要来揽工 民间团体买到疫苗后抢着去机场接疫苗 其实民众都非常反感 此际原因站出来还原整个过程 阻挡疫苗的陈时中是不是该好好与民众说清楚 再怎么硬拗 再怎么用谎言 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真相 那么除了蒋万安希望陈时中能够出面说明之外 身兼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11日的时候也直言 这是我一直对陈时中很不能原谅的地方 身兼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 11日到苗栗台中扫街 在受访时针对此际透露疫苗采购过程 柯文哲表示 这是我一直对陈时中很不能原谅的地方 当时北市府也有要申请采购疫苗 但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为了护航高端疫苗挡BNT进来 柯文哲表示这是我最痛恨的事情 而面对柯文哲等人的指控呢 陈时中今天上午到这个万华广照公参乡的时候 就脱口说了 其实说他党疫苗根本就是脑袋有问题 而且这个声音大到在庙外的媒体都听得到 那媒体后来又追问批评说 党疫苗是说脑子有问题吗 而陈时中则回复 当然啊这么简单的道理 部长刚才有说那个党疫苗 你们是公子吗这个部分 已经问过了 你不要一直重复了好不好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我只是说 其实这里面所有的人对疫苗最关心 希望疫苗早一点进来的 我相信我一定在台湾里面 一定是数一数二最着急的人 我绝对不可能去挡疫苗 只是在一个基本的逻辑一样 好像说这是一个救命的药 我肩病人 我故意要挡这个药不能吃 因为我要对这事情负责 我是这个疫情的负责人 疫苗越早进来对我越有利 对国人越好 所以我不可能去挡疫苗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不简单 OK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不然但是你说是疯子 谢谢 这个用这个会不会比较重 这个不好了 你真的这样不好吧 你真的这样不好了 好 年底的选举热场 一直被许多国人来进行讨论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蒋万安 这次就有受邀到我们的心仪 追证点来担任特别来宾 而他在这个访谈节目过程当中 非常的活泼 不但有抹忧还有秀他的这个胸肌 画面呢非常的扬眼 而他其实呢还有加码爆料 自己曾经呢有进过正大的女生宿舍喔 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相关画面 我爱你耶 我以前是Dancing King耶 哇 我们年轻朋友他们的 因为他说你涂油之后这个肌肉 可以看起来比较闪闪发亮 看起来很健康的感觉 应该说他也帮我庆生 那这个是在 偷偷偷偷是在正大女生宿舍 太软了目前 对可以再硬一点 男人要硬一点 男人要硬一点的 就事论事 所以很多人会说 那可能太过温和 其实不是 而是选战过程 该强硬我会强硬 该表达清楚立场会表达 而且特别是 捍卫民众权益的时候 如果重现 站主席台 万安警报 你会想被陈玉珍报呢 还是陈时中报 报还不错啦 好